这孩子不贴也罢了 明远她回来了 回来了 这孩子不贴也罢了 真是你怎么能怪她呢 你看 论家世人品事业 她都没说的 你对她最不满意的 不就是在国外上学吗 就是 如果你不想让她走 就赶紧让她回来啊 给她找一个 她有了对象啊 她肯定就踏实了 我才不替她费那个神呢 你说是当初 她要是跟桃花能走到一起 那是多好事 你别说那事了 过去就过去了 对 我有个想法 我想让明远 到咱们公司来上班 你看行吗 到咱们公司来上班 她不走了 其实是我不想让她走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 都孤单 在家还有个人照应她 所以我就想啊 让她到咱们公司法务部 先坐一坐 你说这说不定坐着坐着 她稳定下来了 真的就不走了 多好 可以吗 没问题啊 太好了 可是明远愿意吗 愿意愿意 肯定愿意啊 别的我不敢说 要说上她叶阿姨这儿 那她高兴着呢 你别太高兴了 真的 真的 你别给孩子拿主意了 你回去问问明远 她乐意不乐意 她愿意不愿意 留下来呢 那也好 那我替她先谢谢你 都是自己人 别客气 好 谢谢 谢谢 别玩手机 你看 别玩手机 你看 怎么样 好看吗 什么 不错 什么价 五万 五十 卖吗 富哥 这个价真下不来啊 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我不 我叫这个 这好东西我跟你说 好 好 好东西 别得过这价 稍等 不是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盖都没了 残了 谁说的 这个如果搭配 北宋风格的话 真的 比叶明珠看起来都顺眼 还是这小伙子眼光好 前一阵有个老板来 专门淘这个 正是卖宋代家具的 两百 来我全要了 走走走 走了 这两百下不来 这几年你帮我淘的宝贝 又成百上千了 这均价不超过一千块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你挣钱呢 我每次都能给你淘到 物美价廉的东西 是不是 你转手就翻倍 我眼光好 你的审美是不错 可看东西呢 你只看她的表面漂亮 没有看到她的内在 那能跟你比吗 你老行家了 肯定比我更好 我闺女漂亮吗 我闺女漂亮吗 画好看的我见多了 活人那么好看的 你见过 那 你能猜透 她心里想的什么吗 我起码能知道 她心里不想要什么 她肯定不想要留伟娘的 那你还出国吧 不是 我出不出国 有什么关系啊 我出国又不代表我不回来 我看你真没猜透 我闺女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刘总 刚刚有个小姑娘来找你 听说你去见客户 非要让我把这个给你 她叫 不知道 还是上次那个小姑娘吧 还挺有心的嘛 给你吧 热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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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是呢 西魂大法 你懂什么 这个贾作 心理发责 心理发责 热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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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英文呢 每天我收好几百封 垃圾文件 热血通知 六年的 是 行了 我知道你 没找到工作难找是吧 我是你哥们儿 我养着你 干吗呀 杀 禁令法则成功了 我推迟半年的 入序申请通过了 真的 这真真好事 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给你妈打给你妈打 对 给我妈打 不对不对不对 刚刚请 树哥 树哥 树哥打得手 谁让给树哥打 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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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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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女媳妇 女媳妇 女媳妇 哪呀 女媳妇 不是 刚才好好的 什么情况呀 不是 你说话呀 怎么了 那你还出国吗 不是 我出不出国有什么关系啊 我出国又不代表我不回来了 我看你这么没猜头 我估计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那 那你不会搬到管揪下我吗 不会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吗 不会 一天 一小时 一分一秒都不会吗 好 我保证 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一定在你身边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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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一大早你干嘛呢 一大早你干嘛呢 我来见见你啊 然后呢 然后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不走了 什么意思啊 我不出国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谁啊 一个美若天仙 如花似玉 还喜欢没事偷着乐的人 讨厌 讨花 我不想让自己后悔 但你为了这次出国的机会 准备了那么久 如果放弃了 真的不会后悔吗 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 国什么时候都可以出 但是人不一样 一旦错过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能就回不来了 走 早 早 早 这些年一点都没变阿姨 楠楠 哪有你那么帅啊 在那儿学习还挺好的 妈 你不在谈事啊 好歇 往哪儿走啊 迷远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啊 我的好妹妹 可不是吧 真是好久不见呀 你什么时候荣归孤里的呀 明远哥哥 你这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你这是越来越帅了啊 这不妈 我刚回来 来看看姨阿姨 好 阿姨那你们先聊 爸 我们俩先出去 桃花 那明远哥啊 很久没回来了 你今天呢不用上班了 你就陪他出去 好好地玩一玩 妈 你放心吧 有我的招待 你两个肯定满意啊 走吧 走吧 你看这两个孩子 分开这么久 就跟没分开过一样 那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那么讨厌的 彼此彼此啊 看不见的每一秒 我都感谢上天 真是开了眼呀 怎么把时间算得 正硬地进去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有一种二十四小时 都想全天守护在你身边 冲动 没问题 就看咱俩身先吧 你好 我 你不用说我认识你啊 我这就给刘总打电话 谢谢啊 江 喂 刘总 有人找你 欧阳雪晴 欧阳雪晴 你不认识他 我 胖鸭 胖鸭 让他进来吧 这大工作日子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陪你做美甲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 我都感冒了 多可怜呀 这也不算大事 那肯紧的我配上医院啊 做美甲能治什么啊 走走走 不用去 恋爱你去 不是吧 恋爱了 又和谁啊 说什么呢 说我多水浸花似的 书可带你的表白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那他拒绝我你才高兴啊 不是 他怎么不替你想想呀 他有这实力 照顾你吗他 照顾我有心就够了 我什么都不缺 我知道在你心里全宇宙都配不上我 那我也得结婚吧 要不我姥姥 你要我 我可养不起你 不是你妈能同意吗 真是破坏气氛 你就不能说点祝福的 老陶 我真的打心眼里希望你幸福 可是你跟舒克 你甘心吗你 心甘情愿 摆车不能 你给我个理由 他为了我 放弃了他最在意的东西 就这个 就这个 这很了不起吗 虽然没什么了不起 但刘宇就算为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客户 都不会为我放弃的 你要这么说 还是挺了不起的 这猪耳朵从来不会为我 牺牲他一天的计划 猪耳朵他也有他优点的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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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风情 我说的是优点 我说的也是优点 所以他不会出轨啊 多省心 行行行 你现在叫我来 你就是续恩爱 晒幸福来是吧 我上班就不 那别呀 你知道 我 我也没几件衣服穿 再说我卡都被停了 那我谈恋爱 总不能这么霍作土脸的吧 虽然我爸跟我说那间随便花 但是你也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你叫我来就是给你买单来了 除了买单 信用卡带的 行 你一个有异性没人性的东西 都给你拿起来 谢了 咱俩谁跟谁啊 等我一招回宫 双倍奉还 谁稀罕的 谁人呢 刘总 进 今天穿得真漂亮 谢谢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这亲手做了点茶点 给你尝一下 谢谢你 但是以后不用了 因为我真的不太爱吃甜品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下次再给你做点别的 真的不用了 这份心意我领了 那我以后 还能来找你吗 你来我是欢迎的 不过我工作比较忙 怕照顾不周 你哥最近怎么样 忙什么呢 他可忙了 忙着工作呀 谈恋爱呀 是忙着说的 恋爱 对 他去忙着跟我嫂子恋爱呢 他俩以前就挺恩爱的 现在天天羞恩爱 更恩爱了 那个 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工作了 说好前面吃饭 说好前面吃饭 想吃什么 茶叮呀 炒锅呀 日料呀 你不是真的要请我吃饭吧 你不是真的要请我吃饭吧 走 Institute 舖coe 需要一项 做好前面的 怎会把她照顾出来 看看人想得很好 我不能去一须 ق口 只有四bre 太厉害了 云云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上班啊 你是谁来着 我上次婚礼上 你忘了 你是那谁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刘总今天请我吃饭 刘总 我刚跟华华姐完面 您这是闲情雅致啊 午休时间好像还没到 我刚才就早走十分钟 上车吧 黎人姐再见 你啥时候开的空调呀 你啥时候开的空调呀 因为怕你热着 所以在办公室的时候 就用手机云符把空调打开 谢谢 你啥时候开的空调呀 因为怕你热着 切我的时候开了 你不咱们要你热着空调 奶油算了 你把家人热开了 我把家人热开了 当你热开了 很年纪的手机 你们俩和好这事 你妈知道吗 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 你妈那关就过不去 怎么过不去了 是她非让我跟舒克结婚的 是她觉得舒克不错的 要不我们俩能有今天吗 那是在这之前 那个时候 你妈还不知道 舒克是卖房子 还不知道你们俩 是在假结婚 反正不管她怎么想 是我跟舒克谈恋爱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好 好吃吗 我记得你哥是明天走是吧 他肯定不走了 为什么 因为 我哥他舍不得我嫂子 我嫂子也舍不得我哥 我哥我舍他俩肯定是分不开的 你还小 看问题太表面了 一个男人为了爱情而放弃事业 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人 而且 他为这一天奋斗了那么久 我不小了 这些事我都懂 文宇哥 我跟你说啊 我哥和我嫂太太吵架的时候 我哥是吃不下又睡不着 我嫂子也一样 他知道我哥不走了 那每天工作像打了鸡血一样 他连说梦话的时候都是甜的 说梦话你都听见了 对啊 我跟我嫂子住在一块 你们住在一起 嫂子搬来茶馆已经有铅子了 你都听见了 不对啊 你是我哥的朋友 可我记得婚礼的时候 你是女方的嘉宾 你到底是哪边的 你跟我哥和我嫂子 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既是你哥的朋友 又是桃花的亲人 亲人 那更好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亲 那你没事来茶馆呗 来得多热闹呀 那倒不必 你也没必要跟他们提起我 最好不要 为什么呀 因为 想要触碰有收回的手 吃饭 不 什么意思呀 没事 想起赛琳格的一句话 赛琳格 赛琳格是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去旅游 旅行很麻烦的 咱们不是有蜜月吗 你这次要是不去 以后就没有蜜月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旅行不一定是蜜月 但是蜜月一定是旅行 你把这个必要条件和注冠条件搞仿吧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你要是不去以后就别再见面了 怎么生气了呢 那你说你要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 你看看 亲爱的 你什么规划都没有 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去啊 这样 我给你规划一下啊 明天呢咱们去看歌剧怎么样 飞下楼的婚礼 我买票 你不一直想看吗 别生气了啊 听话 我可能是莱大姨骂了 心情不好 你提前来了三天了 你要不喝红糖水 要经常这么提前的话 容易摔老家爱的 知道吗 做什么事一定有规划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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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吧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不客气 应该的 那我赶紧替你吃个饭 看有机会吧 那刘宇哥再见 再见 再见 快点 老大爷 嫂子 哥 胖爷 我们这儿谈点正事 你去忙去吧 好 带我收收东西去 其实我觉得 舒哥说得对 我们俩和好这件事情 暂时不要跟你妈说 那什么时候告诉她呀 等我以后稳定了再说吧 你稳不稳定 和告不告诉我妈 有什么关系 不是 你想啊 我以前是个卖房子的 你妈都已经对我那样了 她要是知道我现在失业了 我是个无业游民 她不更加反对了吗 此话有礼 闭嘴 那她不同意 你就不跟我在一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先把工作先稳定 定下来再说也不迟对吧 我今天还要去偷简历呢 我差点可忘了 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舒哥我先回去 你先去 你先去 走了 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我 我是想说呀 这舒克说得对 你们俩到那时候能不能在一起 还两个说着呢 没必要再给你妈添辞毒 闭嘴 你怎么在这儿啊 送胖牙回来 她来找我表示感谢 我请她吃顿饭 对对对对 这两天我都忙忘了 上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没事 出去聊会儿 聊工作 行 嫂子 咱们 啥是三菱格呀 就写麦天守望者那个 怎么了 全大家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上学的时候 没有认真听讲 都学过的 那我现在还想重新学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 不如你去报一些 短期课程培训吧 什么美学 哲学 文学 什么学科都要 那姐 你帮我报一个呗 就报那个 有塞林格的那个 好 那我就跟你报文学吧 好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啥是想触碰 又收回了手 有人认为爱是性 是婚姻 是清晨六点的吻 是一堆孩子 也许真的是这样的 莱斯特小姐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认为 爱是想触碰 又收回的手 好美呀 不过是啥意思呀 果真是恋爱的季节到了 我是胖鸭 你最近又是烘焙 又是想念书的 是不是跟心上人 有什么进展呢 哪哪哪哪个心上人啊 胖鸭我我我可是答应你爸的啊 那个 您就别唠叨了 人小姑娘好不容易春心懵懂 胖鸭我也想知道 你那心上人长什么样 改天带我来看看呀 他今天还送我回来了呢 可是我不能告诉你 那我就更好奇了 快说快说 你心里现在还能装下这个呀 不知道谁昨天晚上说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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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好棒 别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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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啊 公司那么快就扩容了 行 你的修改意见我都看过了 修改方案弄出来以后 我第一时间交给你看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撤了 你们俩在一起了 你 你问这个干吗 现在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也没什么立场说什么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疯了吗 想问的直白 疯 你疯了 为了爱情而放弃事业 你不像这种人 我一开始也以为我自己不是这种人 那是为什么呢 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你就不怕将来后悔 这个问题我跟桃花说过 我从来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每次做决定之前 我都会先想后悔 我知道 要做这个决定可能要放弃什么 我就先把它想到最坏 当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可以承受的时候 我才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理智 好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接下来做设计师助理呗 你说得挺对 我现在啊 对国内的这个设计行情 有理论上的认知 但是实践经验很少 我觉得我自己需要从 最基层开始做起 但是我不怕呀 我相信人只要有梦想 迟早有一件能成功的 好 你知道我始终坚信什么吗 什么 我坚信不论是生意还是感情上 你付出的和得到的必须成正笔 这样这段关系才能继续下去 你为桃花付出了这么多 那她要回报你多少才想足够呢 如果她的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还要求你继续付出的话 你怎么办 感情就是感情 那不是生意 如果算得那么轻 那也就不叫爱 我今年快三十了 我最希望的就是 自己能够养家 我还希望我自己亲爱的女人 每天开开心心 乐乐呵呵的 她也开心我也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事 你算怎么亲个妈 好 好 那我就希望 她的家里人真的能接受一个 从小助理做起的你 我估计是有点难的 但是老天保佑 来 尝尝 我同学就是比陌生人靠谱 你想你是做设计的啊 你这帮同学呢 全都是做设计的 保不及又出来的 真的 以前别人做设计啊 我卖房子 我不好意思找人家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出国了 结果我又没出城 更没脸找了 那不一样啊 此一时彼此 再说你又不是真出不去 对吧 你这是真爱至少 真的 翻问你的东西 保不及我 二哥 终于见到你了啊 来得太突然了 有些忘了 哪儿的话 毕业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跟你聚友 但是你这人谁弄见手不见尾的 快哥我这哥们儿忘了吧 哪有 这不是怕你们了 对了 我听说你不是要出国吗 怎么 延误了 是 我来这儿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 我现在决定我不出国了 为什么 一些私事 反正现在吧 我就是想先在国内再打拼打拼 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你是想找一份设计师的工作 我这儿正招人哪 只不过就是职位不太高 算是个设计师的助理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 你成绩可是最优秀的 来我这儿做助理 取材了吧 不会 先从基层做起 这样对我比较好 那太好了 能和老同学一起共试 那是我梦梦以求的 你记不记得上学那会儿 每次考试我都得抱你大腿 才能过关 现在公司有了你的加入 我就更放心了 欢迎 谢谢 谢谢 先生 你太棒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事情 告诉我妈啊 先别 对 人家只答应让我去 还没有正式录用过呢 国家怎么着 也得先适用一个项目啊 万一要是不行被人家辞退了 你现在就告诉阿姨 那多尴尬呢 那还要忍多久啊 你干吗呢 没干吗 没干吗 那跟谁打电话啊 舒克吗 没有 没有就好 我看你啊 没有联系的必要了 你应该想的是啊 怎么让婚礼这事赶紧地过去 怎么过去啊 那么多人都参加我的婚礼啊 那你说 舒克出国了 反正你们俩也没领证 只要他不在你身边 大家慢慢就淡忘了 你啊 赶紧再找一个 妈 我们都办个婚礼了 再分手 那他们肯定以为我们俩离婚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记着这事呢 记着怎么样啊 现在二婚的人多着呢 我跟你说 你不考虑 妈得帮你考虑周全了 你重要考虑的是 以后的幸福 您考虑那么多干吗呀 我都不着急您急什么 再说了 现在也没什么不好的 说不定 船到桥头自然值 旅玩画面又一村呢 你先坐着 我先出去办点事啊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我给你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喂 容昌啊 我想请你啊 和你妈妈一起吃顿饭 我把桃花也带上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再见 在外面啊 行 马上来 喂 你在哪儿呢 干吗跟做贼似的 进去给你妈看见就不好了 看见怎么了 咱俩可是光明正大谈恋爱 干吗弄得跟偷情一样 我知道 但是安全起见嘛 那以前人家罗米歐也朱丽叶 还头头摸摸的约会 多久要不要来一杯啊 来啊 你来我就喝 你要带我干吗去啊 我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地方 你一定要尝尝 真的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闪接听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闪接听 那你的天国是如此肤浅 而大海如此深邃 而你爱我 谢谢你 慢走 喂 喂 亲爱的 你怎么给我打了二几个电话 吓死我了你 那你不是也没接吗 不是 我参加公司聚餐去了 怎么了 我现在在剧院门口啊 跳在你那儿啊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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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过尽早 给你发的邮件呢 那句太火了 根本订不着票 你给我发 发邮件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发个微信也行啊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看 你又着急了 你听我跟你说 我是把订票信息 直接给你转过去的 用邮件这种方式 既安全又严谨 咱不是说过吗 没有重大事情 不要打电话 太晚了 赶紧回去吧 好 这儿的 我们分手吧 又闹 你又跟我闹了是不是 啊 你以前没这么好病 你怎么了这是 跟桃花学的 我告诉你 她对你真没有什么好影响 别老跟她在一起了 这次是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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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拨打的变化主人 正在恩爱中 有事情自己解决 没事请挂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